240年,美国几任总统没外遇,特朗普和美女演员《这点非恩》都不教室,26日去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特朗普的婚外情报道进一步升温,声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过关系的演员风暴丹尼尔斯在杜出招,他接受专榜,强调自己和特朗普发生性关系的说法绝对真实, 透露两人发生关系时,特朗普并未带保险套,特朗普还跟他说,他让他想起自己的长女衣白卡,不过从美国历史上看吗?婚姻出轨的总统还真不是一两个,比特朗普更不开的大有人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前面是庄严形象,是伟大的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美国的开国元老, 后面隐隐约约的诗相,则是一个热恋奇妻子玛莎同富一幕混血妹妹海明斯的痴情汉,杰弗逊还是美国驻法国公事任上,就让16岁的青春少女海明斯怀孕了。 当时海明斯是杰弗逊女儿的保姆,海明斯生的是一个男孩,取名汤姆。 据说,杰弗逊夫人当时并未对此加以过多的追究,知情者也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海明斯虽然是个黑奴,但他长得楚楚动人。 1801年,有一个名叫詹姆斯·凯琳德的酒鬼说,那个口口声声提倡贴富人权,人人平等的独立宣言起草者。 当天美国总统杰弗逊,跟黑人女容海明斯有色生子,当时,杰弗逊总统对此定位予以辩驳,对于新闻界的有关报,倒也已该拒绝评论。 当时美国白人不相信杰弗逊会与黑人睡觉,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在1884年第一次入入白宫,大约在十年前,当时单身的克利夫兰,在布法罗市当市长, 与当地一个放的女子玛利亚哈尔平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丑闻爆出后,克利夫兰的一些政界朋友建议他否认,但克利夫兰拒绝说谎,公开承认他与玛利亚存在性关系,却并不因之而遭受丝毫的损害。 美国公众认为,选一个身上有缺点,但是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人当总统,总比选择他的对手要貌岸然的张姆斯·布莱恩要好,于是他们把克利夫兰送进了白宫。 总统哈丁的情妇菲利普斯,在1905年至1917年间,是一名德国间谍,他的情报曾帮助德国继承英国建传。 哈丁和菲利普斯,自1905年下渐开始婚外恋情,维持了15年之久。 直到哈丁当选美国总统前不久才结束,菲利普斯起初拒绝与哈丁分手,共和党方面不得不给他一大笔钱去日本度假,并承诺每年给他发放退休金。 哈丁设法掩盖了他的性丑闻,只是到了1924年他死了之后,他的那些丑事才被披露出来。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15年总统日期里,有一个虽然未经报道,但是人所供职的传闻,那就是他与妻子埃利诺以前的社交秘书路西莫瑟有着未时甚久的婚外恋。 罗斯福夫人也知道他丈夫并不怎样保密的生活,在他丈夫的婚外恋的早期,他甚至发现过路西写来的信件,但是为了享受与一个大人物怜悯的地位和利益, 他对丈夫的婚外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艾森豪维尔这样一位战争英雄和杰出的总统,也对他的妻子不忠实,尽管这不是在他的总统任期里。 当年这位欧洲战场的美军司令,大将错埃养不悟,与他的军事秘书和司机凯撒莫斯比达得火热,一时成为战地人鸯,他曾在一封给行人的信里取诺与他的妻子离婚,而后取他为妻。 但是战争结束后,他并没有兑现诺言,肯尼迪是花仙总统的典型。 现在已有足够的小道消息,不分来自于还以前的朋友和特工购累住一个色鬼的总体形象,毫无疑问,肯尼迪与玛丽里·梦露和朱迪斯·坎贝尔·埃克斯那有一手。 然而,肯尼迪还有许多更为下作的指控,包括在好莱坞名刘家中的一次次狂欢纵遇,其中常有妻女和她弟弟罗伯特参与。 白宫的助手不得不多次急急忙忙把妻女送出白宫,不让杰奎林发现。 长期在白宫负责交通运输事务的官员比尔格丽称,林登约翰逊总统看中什么,然后就派一个助手去拉皮条。 约翰逊在白宫发现漂亮的女秘书,只要设法得到她们,如果她们能同她上床,她就把她们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总统身边的八个秘书中,有五个同她发生过性欢,戏,约翰逊看上新闻官员的秘书后,第二天就使她成了她的秘书。 后来有一天她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再过一个星期我要结婚了,我就不在你这里了。 约翰逊眨眼示意说,好吧,如果不合适的话就再回来。 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文斯基线后,调情,并发展为情人关系。 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亲密关系维持了五个月,虽然外界并不知情,但是在总统周遭的知情人员之间,却是公开秘密。 1997年4月,莱文斯基的上司,担心他与总统关系过于亲密,于是把他调职到国防部。 莱文斯基在国防部认识了林达崔普,两人成为鬼众秘友。 莱文斯基自然而然对崔普透露自己与总统偷情的各种秘文,但他不知道, 关于这个掏陷秘密的完整电话内容,被说服秘密录音,成为日后丑丸爆发物证。 克林顿一开始以否认跟莱文斯基有染,最后在DNA证据之下, 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对全国发表讲话,向人民道歉,承认自己和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交往。